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各位维心圣教一经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 及各位双善知识 阿弥陀佛 今天这一节 我们继续要来禅解成佛之道 这是正禅定 正确的禅定 释迦牟尼佛 他的理论深入民心 深入双发界虚空圣灵 也深入地狱界 也深入人心 那么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没成道以前 他的心念 与心愿 就是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都真禅奥义 让他成就为阿弥陀佛 他的成就 不是个人的成就 而是替众生 双发界 三界万灵 参述了 每一位众生的心灵 智慧 所以 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 和阿弥陀佛的六波罗蜜 都完全一样 只是修行的方向 过程 有一些不同而已 但是 乔乔道路通罗马 人人心静 通佛国 所以 佛法的殊胜 佛的艳丽的庄严 都是 人生最大的功德 佛纳 也是佛的天威 也是成道者的天威 那么今天 我们继续来探讨 阿弥陀佛的成道过程 讲道 禅定 讲道禅定 你要达到禅定 确实不简单 确实不简单 人有 然而彼此身 和五官 的问题 让我们 禅定很困难 所以要修禅定 必须要有五官的见地 五官的 它的功能 才能激发 我们人 的内心意志力 要达到禅定 才有可能 否则 众生的禅定 是非常困难 因为有眼睛 眼睛所看的 喜怒哀乐 太多太多了 你看眼睛看到了 就想要 眼睛看到了 就想贪 眼睛看到了 就会生气 滑怒 眼睛看到了 会很悲哀的也很多 喜怒哀乐 眼睛看到了 很快乐 所以 人的五官 是禅定的 最大 考验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既然有喜怒 哀乐 相对什么 也有贫 贫贵贵 贫 看到自己这么贫 我们的恋意就想尽办法 要怎么样来努力 贫 我们贫有了 既然贫有了 既然贫有了 为负不然 那个也没有意义 贫贵 贵 你看到人家 贵气 属主 有权 有贵 有味 这个 这个 你就会 起 各种的 动念 贫 你看到 自己 很贫 看到 别人 很贫 你有就笑他 嘲笑他 事实上 笑他人 贱的 自己 也是贱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 不会 有贫护贵贱 喜怒哀乐 这一种 疤疯 来影响我们 所以 八丰 的功德 我们要会 来 净思 你一旦 会净思 我们就会 不被 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 来影响到 我们的心 贫护贵贱 喜怒哀乐 是身外物 身外物 这是 无常的 贫护贵贱 喜怒哀乐 是八丰 是无常 存在的 所以 我们要超越八丰 确实 也不简单 不被八丰 来左右 也太不简单了啦 所以俗话说 八丰吹不动 这个八丰吹得动 汗吹不动 确实 不简单 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探讨 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 八丰的问题 八丰最容易 影响我们的成佛 八丰最容易 引起我们的成道 所以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 八丰随时 绕在我们的身边 随时 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怎么样来修行呢 我们接着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 残劫 祝福各位 维新闲事及各位失望三知识 我们人的身边 都有 喜怒 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贱 贱贱贱 喜怒哀乐 贫护贱贱 贱贱 这八丰 随时在考验我们 当你失业成功了 就是 法喜充满 当然我们失业 失败了 那就是贫 贫的 境界 让我们的信心 都 随时在 被人嘲笑 被亲游 嘲笑 也不谅解 所以我们人 就会很 懊恼 懊恼怎么样 才能够 将这个 瓶 转化为货呢 这个需要 定力 和智慧 怎么样 定力呢 当我们 失业失败 你要朝向 未来 未来 才能成功 要成功 曾经我们 一位先生 他来 到 线罗市 他 身上穿了 拉哩 拉搭 人家 看起来 就 不会理他 但是 当我 看到他 这人 贵气 十足 我就问他 你 失业 怎么 失败 我问他 你 你失败的原因 在哪里 他也 讲不出来 然后 我 穷就穷了嘛 疏忽你 问了这么多 干什么 我说 我看你 不是穷 看 我看 你的意志力 自我 消沉 很 所以你要觉醒 你要觉醒 你的失败原因 你要觉醒 你的所作所为 他觉醒 当你有钱的时候 失业 成功 再成功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对 社会 大众 来报 报温 他遇到 我讲 报温 他眼睛张亮 精神就起来了 他说那我 在成功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回馈 受费 我说你等成功 再回馈 受费 都来不及了啦 随时都可以回馈 受费 不是有钱才能回馈 受费 你现在还有能力 可以服务 受费 你可以先用你的 不失你的 孙 口意 去先去服务 贫困种 帮他们忙 你先做义工 化工 服务他们 有一天你会遇到贵人 那你就又会 慢慢再起来 这位先生 眼睛张亮 身体站直 他说 我误了 我要先去 做社会工作 所以他回去 就去帮助 老人家 帮他服务 帮他打扫 洗身体 其中有一位老先生 他帮他忙 照顾将近半年多 老先生看他周围有贵气 就跟他说 年轻人 我看你不是 不争气的人 我看你魂有贵气 所以我一家公司 请你帮忙 帮助我儿子 帮他把事业做得更稳 更好 所以这位先生 一口答应 说好 我愿意帮你 第二天 就带他去公司绕一下 看一下 所以这一位年轻人 他就发大愿 一定要帮周围先生 他的事业弥补不足 所以第三天 就去上班了 上班开始 他都很谦卑 很用心认真的 就是找他的缺点 一步一脚印 的改善 而且和他儿子很合作 所以周围先生 就开始在公司 有一个地位 有一天 回来先罗市 告诉我 现在在哪里工作 你就好好做 这是一个人的贵迹 总有一天 会重生啊 祝福各位 这些台湾的病 应不成功妙的生 各位微信贤士 人生总是有失败的一个时刻和一个阶段 我们的失败 还有时空因缘 所以这位先生 他成功 也是一个机会和因缘 之后自己很努力 要离开的时候 我写两个字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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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是贵气 他的成就法文 贵气的成就 所以这个两个诚信 我送给他 他押在桌上 有一天 这位老先生 这道公司 在他桌上 他押着这两只诚信 我送给他的诚信 这一位年轻人 很用心地在工作 努力在学习 问他儿子 周月先生 他的诚信度怎么样 儿子告诉他 周月先生 超过他想象的 所以周月先生 就帮老先生 说你放心 我会坚持我的诚信 来奉献 来服务 我的义工工作 还是会找时间 去服务 需要服务的人 所以这位先生 他说我了 你帮我忙 还继续帮忙 还继续帮忙 但是我照常 利用空暇时间 来为你服务 所以周月年轻人 坚持信念 诚信 两个字 都做得很好 待人已成 待人已成 信用 对十方法界 信用 对十 所以周月年轻人 就担任着公司 总经理 来替 他的儿子 来好好把公司做起来 所以这个是 一个人 他的做人 做事原则 所以诚信 是贵气 一般我们的人 在做事 很多 人呢 眼前是这样 背后呢 就失信 这个都是失败之本 所以奉劝我们 维新弟子 大家凡事 遇到困境 荣誓然要以诚信 为 作用名 成功了 现在成功了 还是以诚信 为作用名 在接近成功的阶段 努力 还是要以诚信 为作用名 对事的诚信 对工作的诚信 对老板的诚信 对客户的诚信 你都要一致 不能 前面这样讲 背后 又另一个心态 这样你的事业 不会永恒的成功 所以你的事业 只是短暂的成功 就是 昙花一现 所以 我愿以诚信来 奉送给各位 也作为我 对各位的 努力 和做人处事 我都坚持着诚信 希望 大家都有 成就 曾经 有一位 先生 我看到他 我就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对我说 师父 你的诚信 我早就知道了 我也在学习你的诚信 我说你 有一天 你会成功 这位 先生呢 对我说 我还没有 接受到 你的诚信的时候 我对人 确实 不分礼貌 对公司 的老板 和上级 人员 都是用妈妈 呼呼 来应付 自从 我 听到 师父 你已成 带人 讲信用 所以我就 慢慢 还行 错了 我就跟佛 家里的神说 我要改变 我要修正 我的缺点 我要达到 诚信 所以 这位 这个先生啊 他说 我现在 事业还不错 工作不错 在公司 受到 大家的 尊重 我很感恩 叔父 你在平时 就是以诚信 作为 座右铭 我说 就是大家的 座右铭 不是只有 我的座右铭 所以 所以先生 他说 我懂了 祝福 各位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 妙地生 各位 微信闲事同修集 各位 十万善知识 我们人的一生 不忍不便 会有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 八丰 的考验 八丰的考验 有上天 有佛 有主德 的考验 所以 我们的祖先 离我们 在身边 最近 都跟我们 一起 在 打拼 只是 我们 没有看到 而已 每位祖先 都希望 他的后代 子祖 孙孙 对事业 对做人 处事 都要有 尽心尽力 所以 我们成功了 我们就要 分享 成功了 要 回降 给 祖先 守护神 尤其 祖先 祖灵 都在我们身边 当你要做一件事情 决定一件事情 你最好 合掌 或是 点一炷香 三炷香 拜祖先 告诉 祖先 我现在要做的 事情 是哪一件 是什么事情 要怎么做 请 祖先 能够 加持 适于智慧 力量 信心 我会 努力来做 那你就开始去做 努力了好几年的时间 终于 事业成功了 到成功的阶段 我们时时刻刻 要向 祖先 禀报 等到 完全成功之后 你还是要 拜 祖先 向祖先 禀报 向守护神 守护灵 禀报 说你 已经成功了 这是 分享 这 喜事 喜 喜 到分享 和 归向 祖先 这两个 原则 都是一个人 成功之后 你的成功 喜事 分享 所有的员工 亲朋好友 共同来享受 你四月成功之后的 发喜 尤其 祖先 成功之后 更要感恩祖先 感恩祖灵 一般人 成功的时候 什么都忘记了 祖先 也看不在 眼里 这样 我们的祖先 要保护 守护我们 会 有大大的 不同的见解 曾经 有一位信徒 来到 医药社 来请教 他现在的 四月 怎么那么多 困难 处处 障碍 我用意 普挂 出来 我说你 对祖先 没有尊敬 所以你的四月 就会那么多的障碍 顺致 失败 作为年轻人 忽然醒了 对不起 我对祖先的不敬 让老祖 也 关怀 关心 我确实 这几年来 我从来没有 回去拜过祖先 我就是你这样 身体 十四月 才会不顺 身体 多毛病 这个是守护神 在处罚你 你的祖先 在处罚你 包括你的四月 障碍这么多 而这个 要归在 你自己的 错误 所以 最年轻人 告诉我 说 叔父 那我知道 我要赶快 回彰化 乡下 去祭拜 祖先 之后 每个礼拜 回 自己的故乡 去祭拜祖先 经过半年 多多时间 他的身体也好 好很多 他的事业 也顺利 很多了 从此 他对祖先的 孝道 大孝之道 他也做得不错 所以现在还在 读我们的课 一愿修身养性 以便帮忙 他的亲友 能够转回 为安 因为自己 已经 转回 为安 我说 嬷嬷 你现在 安定了 我看 你的气色 也好很多 你 背后 你的 守护神 指导灵 祖先 也帮你 很多的忙 这是 大孝之道 你现在 有机会 对朋友 讲 要 尽孝 你不尽孝 四月 绝对 不会 那么顺利 甚至 是不成功 不要小看 父母 父母的守护灵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体 与我们的同进退 我们精进 父母 也就 父母 祖先的 祖灵 也跟着 我们精进 我们 退道了 守护神 祖灵 也跟着 我们退道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一位 富有的人家 敬族 非常的重要 我们有好多例子 他 原来 对祖灵 都 疏忽了 忽略了 后来 经过 我提醒 对祖灵的尊敬 孝道 也尽了 孝道 所以祖灵 保佑他 祖灵 给他力量 给他信心 所以 我们 四月要成功 一定要 尽 下华 祝福 各位 这些台湾移民 应不成功 妙地生 各位 微信闲事 及各位 失望 善知识 王山老祖 开示我们 提醒我们 喜怒哀乐 发风 时时围绕在我们身边 当一件事情 你看到了 欢喜的时候 你要将喜事 来分享 你要了解 喜的原因 喜是由心 所生出来的 所以喜 老祖 常常 提醒我们 喜事来临 要分享 要分享 这一点 以前我都没有想到 这个 老祖 开示的成语 喜事 重重 要分享 怒气 怒气 一生 会伤身 怒气 我们绝对不要 生起来 你的 我们的怒气 你恨一位 你恨一位亲朋好友 你恨受惠他人 怒气冲天 你恨一位亲朋好友 你恨受惠他人 我们的怒气 是最低级 最下贱 你不了解怒的原因 不了解怒从后来 今天告诉各位 我们来看这个怒气 怒气 怒气 怒有心声 怒有心声 这个是会伤身体 怒气 我们心 本来是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心都是包容他人 那么会怒 就是由恋生 恋生怒气 就有邪见 就有偏见 所以偏见与邪见 寥寥分明 老子开述我们三句话 要修心 修正过去 所有的 喜怒哀乐 要修心 然后修口 我们的口 不要随便去 责备他人 修口 养灵 我们的灵 才会健康 安定 所以我们的怒气 所以我们的怒气就由偏见而生的 你对事情的看法 没有正确的看法 即使你看到了 你怒气冲天 你怒气冲天 不是告诉你 还有在保奖你 还有正知正见 事实上 任何一件的怒气 都是偏见 都是偏见 所以老主开述我们 我们的偏见 绝对不要发生 正硬了 佛 释迦牟尼佛 佛陀 开始了 当你为大错大悟以前 不要随便批评他人的是与非 等到大错大悟以后 你更不会批评他人的是与非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动怒 你一动怒 理智都没有了 一动怒 一旦发生了 你的福报也跟着 会飞掉 也就没有福报了 当你动怒 冲天 以为你是理直气壮 事实上 那是最无知的人 所表现的 所以当你容易动怒的时候 你的富有 你的财产 你的资产 就会渐渐的消失 所以不要随便动怒 是老祖提醒我们 你要治国 我常常动怒不是一个好官员 很容易动怒的 也不是好首长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听到说 谁在动怒 谁在动怒 那你就要小心 你自己不能动怒 一旦我们自己动怒了 我们就渐渐的福报 月报会来 福报渐渐的消失 今天以此喜怒哀乐 巴风 提出来 和各位共同探讨 祝福各位